老师那这些工作狂一起开公司的话 谁会是工作狂中的工作狂 我怎么有一种 他们互相在虐待的感觉 这几个星座都挺有个性的啊 没有知最 我觉得就是打起来 在这个摩羯很多星 而且劳动节快到的时节 我们来聊聊工作狂 对 有些人天生劳碌命 我们来跟你揭秘 这些人热爱劳动的原因 他们基本上就是嫁给工作了 工作再多 他都非常的责任质 不用别人驱动他 他自己就会成为24小时 standby的工作狂 因为他们是热爱平衡的完美主义者 所以他看不得一点点失衡 只要事情好像差一点就完美了 怎么有一点倾斜 这边似乎要在加把劲的时候 他就忍不住要插手 而且某些时候 我觉得天秤座的人也没有把工作当工作 他们把工作当成磨练 能handle一件事情 就是自己很有能力的证明 而他喜欢当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那也因为强大的责任感 所以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私生活 比如说跟另一半约会 他也可以把电脑带着随时处理公事 他是不介意把公事跟私生活绞在一起 好可怜 不禁起了同情 摩羯座的工作狂是属于 用尽全力的那一种 通常一个摩羯座为什么要这么用力呢 因为他不相信运气 他只相信实力 他只相信经验 所以所有的事情他一定亲力亲为 有时候你会觉得 你何必把自己搞得这么辛苦呢 那其实我偷偷告诉你 原因是 他不相信别人 所以他们的伟大 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他们的多劳也是自作自受 别人不能插手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即便已经交给别人做的事 最后他还是要寻一遍 或者是审查一遍 那就等于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分担责任嘛 所以很多摩羯座真的是压力很沉重哦 通常摩羯座属于年轻的时候很吃苦 但是老了以后可能成就非凡 所以咯 悲观主义也不是没好处啦 接下来就是处女座了 嗯哼 因为他们真的热爱挑剔 那既然热爱挑剔 就不如自己动手调整吧 不然怎么办呗 有水星来守护的处女座 他们本身有容易紧张 容易焦虑的特质 那所以他们也闲不下来 因为闲下来以后 他就更容易想太多 更容易紧张细细 那还不如让自己处于高速旋转状态 一直忙碌的他 说不定还显得从容一点呢 工作上的处女座也是没有模糊地带的哦 他的OS是 明明可以做到最好 我们为什么要放过他呢 尤其是被他们盯上的 他一定要把你改到最好 他们的思考通常也很全面哦 比如说你要他把昨天的会议记录调出来 他就会去思考 也许把整周的会议记录都调给你 也不错 所以你会觉得他非常的细心哦 通常处女座天生就是主管的料 也会有不怒而微的感觉 所以即使回到家里 你看到他 你也会有一种主管来的感觉 连家人都变成下属了 通常天蝎座会投入的工作 一定是他觉得他在里面找到价值了 所以也许 比如说那是他的兴趣啊 或者他觉得一定要做得很好 让别人看得起自己啦 的这种心理动机 使得他非常投入其中 而且天蝎座蛮特别的 因为是水象星座 所以feel很重要 比如说他的某一种工作状态 非常讨厌被打断 他沉浸在里面 他会非常的高效率 而且他可以开始无意识的处理 非常多事情都处理得非常好 那个状态如果被打断 比如说必须接一通电话 或必须要去应付某一个会议 再回来 他都要重新热身了 所以他超级讨厌他的状态被打断 那工作跟事业上 天蝎是属于不达目的 绝不终止 天蝎别的没有 耐性最够了 所以一旦天蝎毛起来做某件事 你基本上不难想象 他离成功是不远的 其实我觉得狮子是非常需要舞台的 现代人工作就是我们最佳的舞台 这也是为什么狮子座 非常愿意在工作上很努力的原因 不然 他们当然很懒惰啊 狮子其实也是一只懒猫 但是一旦面对工作 狮子座就会意识到 这是一个努力 就有收获的地方 就好好毛起来干吧 某种程度 他们的工作狂有时候也跟 他喜不喜欢这件事无关 而是某一种奴性来着 没错 狮子座其实呢 个性当中有奴性 责任感也是挺强的哦 只要是主管交代 他也会为了你这一份知遇之恩 或者是你交代下来的事 我怎么能不做好呢 而尽心尽力 无论如何气势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们是既能有气势 又能够事事事必公亲的员工 这么看来他们真的是把自己累得够够的 其实有时候双子的工作房真的是一不小心 因为他已经投入其中了 越来越懂越来越知道 不断地吸收心知 然后他又可能顺手撵来 做得又不错 然后别人就会开始依赖他 他也会因为被依赖了 那我只好精益求精 好还要更好 就是要一不小心成为工作狂 而且某种程度 我个人觉得嘻嘻哈哈的外表之下 双子也是有好省心的哟 他们不太允许这个场域之外 有人比他更出色 所以遇到出色的人 他就会产生一种有为者亦若是 我也要跟你拼拼看 我才不相信我会输给你了 就这样子一不小心也掉进了 自己设下的陷阱 这么说来 他们成为工作狂 常常都是因为偶然哦 没有错 如果可以的话 双子座都会告诉你 他不想过得这么累 可是机会就这样来了 贵人就这样提拔他了 事情就这样越说越多了 他有什么办法呢 老师那这些星座哪一个是为了钱 天蝎吧 我们不为钱工作 但是有很多的钱会很吸引天蝎 所以当天蝎忍不住想要带多的时候 你只要告诉他说 这个多一倍哦 多一倍哦 他可能就好了打起精神来 老师那哪一个工作狂 是为打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我觉得双子保 他可以转弯 他可以脑筋急转弯 比如说 直着不能来的时候 侧面去 这样子也可以啊 对不对 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他比较容易放下某一些包袱 其他比较死脑筋 我觉得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工作狂们 工作之余 你们也要注意健康哦 才能让你的忙碌生涯长长久久 加油 你不会累死的 嗨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心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